中国共产党第18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登场 外媒关注18大之后 中国是否会推出经济改革措施 在美中两国都有新的领导人之际 也都共同面对经济的难题 尤其是中国经济是否硬着陆 金融改革如何符合市场需求 都是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们的焦点纵横率先为您探讨 吴教授您好 您好 中国政府原本想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对金融业进行改革 不过如今强大的市场力量正推动中国金融改革超速前进 请教老师超速前进的中国金融改革 是否有可能催生更大的新的风险 什么叫做超速的金融改革 那其实我们不知道了 不过金融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为什么会有金融风暴 现在就是全球金融产业太蓬勃发展 然后已经发展到已经失去了它原来金融的角色 银行的角色也变化得非常之快 所以就有人呼吁应该是要回到传统 比如说2008年的诺贝尔金学奖得主克鲁曼 它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就已经要呼吁要回到传统的那一种方式 那这个中国现在他们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 因为大家早就在讲了 从今年开始它这个城投债非常严重 那会不会拖垮整个这样的金融机构 所以原来这个金融这个机构就是危机四伏 那现在利用这样的说要市场化 然后要进行要做金融这样的改革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而且现在不是要渐进要是非常快 然后原来他们我们就知道 它大概都是公营的两种银行 那你现在是要市场化 那这个理所当然了 它就是要把这个公营的然后来开放 让这个民营的来做 那可是在于那一个社会 你现在公有变成这个民营 是不是这个样子 或是说这个是挂羊头 或者这个卖狗肉 然后这个变成民营以后 就变成有一些特权 然后变成这个独占 那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比如说在于台湾 这个金融改革的时候 原来这个银行也是管制的 然后这个开放以后 然后就最后就又发生 所谓的overbanking 就是银行太多了 那太多以后就有很多弊病 就会出现了 那这个对整个经济 是会造成蛮大的影响 所以台湾是一个比较民主社会 比较市场的这样种社会 都有这样种问题产生的 那现在中国那么大 而且它原来是一个那么管制 这样做这个社会 你现在正在强行 或者是用把它大量的开放以后 我想这个危机会更大 那现在的中国 这个经济已经发生很大的危机 现在如果在金融方面 在这个危机再出现 是不是会加速 这个中国经济的崩溃 我们应该是好好去观察 好好去注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